你好 欢迎收看KinniTV快报 Tiger新州华教一眼的风波闹得沸沸扬扬之后 教育部终于宣布内阁星期三议决 维持现有的学校捐款阵难 其中包括学校筹款活动不得展示和宣传酒类饮料 不过内阁也议决 华诞小获得特别考量 继续通过董事会和基金会接受捐赠 教育部今天发布三段文告宣布内阁议决 维持现有指南的同时 也给予华诞小考量 而这种做法在之前的几届丈夫时代一直实行 并没有受到任何方面的质疑 不过内阁强调 涉及酒类品牌的活动不能涉及穆斯林学生 一当领受上星期挑起Tiger新州华教一眼的课题 教育部接着宣布 教育部2018年第三号通令 禁止接受涉及赌博 香烟 毒品和酒精饮料等活动 所获得的捐款 交通部部长陆兆福之后表示 他将会在隔天的内阁会议 要求建议收改教育部的学校赞助捐款指南 以便豁免划小的赞助限制 教育部副部长王家和随后在面子书表示 内阁一决一眼继续进行 就是要让大家看到下一场一眼 王家和说Tiger新州一眼可以继续进行 其他品种公司和媒体的活动也是一样 无庸置疑 届时让政府议员们身体力行 如往常一样以行动给予一眼 华笑最大的支持 王家和也说 内阁要做的就是不让在野党继续炒作 让筹款一眼能够继续进行 他强调 昌明政府会继续及以华校应有的协助 同时也感谢私人企业 就如Tiger新州一眼所带来的筹款效应 雪楼朵联会秘书长罗志昌 做客当今大马播客节目记者茶水间时指出 无论是政府学校还是华校 政府给予的拨款只够作为日常运作的开销 他表示 如果学校需要建设大型硬体设施 如综合大楼 礼堂或更新学校设备等大笔费用时 就会通过一眼等方式筹款 罗志昌透露 小房一般会在一眼前 邀请当地国州议员 部长或副部长到场 而房地部副部长艾曼作为当地国会议员 拨款10万令吉 其实是一大喜事 当然 政治人的斗争 拿这个来做无限的扩大跟趁级的煽动 那个当然是我们完全不赞成的 那背后的另外一层当然就是所谓的 这个教育部的指南 那教育部这个指南 坦白讲 我们在所谓的教育的运动 或者社会运动这样多年 我也是第一次 包括突然间翻出来 这个2018年的教育部指南出来 因为它本来就在冰箱里面很久了 突然间跑出来反而变成是更大的问题 到底皮主商应不应该参与学校筹款活动 校方有没有顾及穆斯林学生的敏感 想知道更多内容 欢迎收看播客节目记者茶水间的完整影片 在一党炒作学校收取啤酒公司捐款的课题后 身处风口浪尖的啤酒公司Tiger昨晚澄清 他们没有捐款给学校 只是负责邀请本地表演者参与议演 而他们的沟通和参与 只限于学校的家教协会和管理学校的董事会 Tiger也表示 举办华侨一眼目的是为了提供一个平台 以帮助筹集资金提升华文学校的设施 另一边乡 阿姆扎西也澄清 皮主商只是赞助一眼 并没有直接捐款给学校 根据每日新闻 阿姆扎西说 一些人以为烟酒公司捐款给学校 但这是错误的公众观感 不过国大党则进一步要求联邦政府 取消啤酒公司等有害企业的捐款税务减面 国大党宣传主任提纳兰向当今大马表示 政府必须完全遏制博彩香烟 啤酒公司直接捐款给教育机构 他认为 取消相关税务减面以后 这笔钱依然可以透过政府输送到教育领域 而且能够由政府定夺相关分配 提纳兰也反对以华教一眼 已经存在多年来合理化这种做法 因为错的就是错的 不会因为一再重复就成了正确的事 一党树立主席端伊布拉辛指控 华晓的设施良好 显示华晓获得更多政府拨款 这种情况不公平 自由今日大马报道 端伊布拉辛表示 乡区有许多破旧的学校 而政府的拨款应该按照人均分配 学生少的学校获得大笔拨款是不公平的 他说 如果所有的资金都是透过教育部分配 那么破旧的政府学校 尤其是沙巴和沙拉越的学校 将得到必要的关注 内阁在星期三开会 教育部却到星期五才发布文告 宣布内阁的议决 早前也让民政党和伊党有机会左右夹击 批评教育部动作缓慢 民政党主席刘华财今早表示 24小时过去了 华社都在等待好消息 但仍未见教育部发布内阁的决定 刘华财除了批评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 静静不交代事情进展 也对行动党双歇比利州议员 雷建强对知名华校三机构做出的指控 感到痛心疾瘦 刘华财本问 难道这就是火箭所谓的与华教统在 刘华财也表示 民政党支持教育部 为华校和国民刑华中的筹款 另外设定多元化的指南 以反映多元社会的需求 此外 以斯兰党宣传主任阿莫法德利昨晚则质问 团结政府是不是要等到能吉利补选结束后 才公布内阁一决 大马奥运开幕服昨天出炉 但是跟六月公布的奥运队服一样 这次的开幕队服同样裂贫如潮 不少人批评这套服装缺乏多元族群的元素 甚至忽略了沙巴和沙拉越 清体部部长杨巧双 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影片和照片 公布主题为马来亚的大马奥运开幕服装 不过许多网民批评这套服装 不能够体现马来西亚的特色与国情 有人说 以马来亚作为马来西亚的主题 令沙巴和沙拉越一如既往的被漠视 也有人质问 马来西亚只有马来人而已吗 人权律师西蒂卡辛认为 大马的奥运开幕服装有点单调 无法代表大马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和多姿多彩的国家 马华总秘书张盛文则把矛头指向杨巧双和行动党 他直言 说好的多元呢 别说华人和印度人 连东马的特征也完全被抹杀 这根本没有反映马来西亚的特色 也和体育项目扯不上关系 失败 亲国盟组织拯救马来西亚运动抗议首相安华的表现 号召明天到安华的打门选去抗议 但是警方表示 集会没有获得地主批准 因此属于背法集会 警方今天发文告表示 他们通过KiniTV国文频道的面子书专页得知 有人号召在霹雳打门举行人民法庭 惩罚安华集会 但是这场集会不符合和平集会法令的条规 因此警方敦促公众 不要参与这场违法的集会 任何人出席集会将会面对严厉惩罚 你想轻松找过每天的新闻重点吗 当今大马现在有好坑大放送 当今大马推出了要文简报 星期一至五发送到你的电子邮箱 让你只需要花五分钟 就能够快速了解国家大事 重点是完全免费 你只需要扫描荧幕上的二维码 或打开说明栏里的链接 输入你的电邮地址 就能够订阅当今大马的要文简报 马上订阅吧 好的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留守KinneyTV的YouTube Facebook和Instagram 也欢迎您订阅当今大马文字版 我是叶伟文 祝大家周末愉快